救命,我手机里的爱豆跑出来了 哎,这乎 我今天不要化妆 啊,今日装造,给爱豆换头 本小M一直看着老师们 打造各种很牛的妆面 没想到,这次碰上个真爱豆 我倒要看看,难爱豆是如何化成的 他私下就是美事拿铁都来啊 他期间先慢慢用 给你不喝美食 不喝 因为我觉得生活也不苦 不喝 本小M没想到人类的参赐 在化底妆这件事情上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问老师,化底妆 差不多占一个小时 当我问博远 我打底我可能只用了五分钟吧 讲真,我啃个面包都不够 据说这个妆可是要又唱又跳二十个小时 舞台及时装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呀 比如说你液体的底部 或者高壮分底的话 真的轻薄 尤其是像有一些干门的一些地方 尽量少上肢 因为长时间待机的话 没有人说到后边不会去粉 从里边拍摄的一些环境 因为百分之百来不出油 不可能 我们就需要控制后边干粉的一个用量 在底妆之前的一些护肤啊 保湿的一些工作要做得很好 跟老师上工我也没闲着 我可是听说爱豆都有独家消肿方法 我冰湿 如果时间冲浴的话 提前一个小鸡来跳的超有氧的 是河北美食比较很低 真可以 马上完装啦 明明哪都没变 却感觉哪都变了 收拾上路 老师今天咱拍什么节目啊 看看前方发来的报道 今年咱们结束 下班